葛贤痛打税关 刘狗儿 最近又搞来珍宝了吗 皇上 今儿傍晚 有一批纸书中送来的丝绸 还有许多丝绣品 非常华丽漂亮 等明天一早 我就让太监们献给您看 太好了太好了 宝物越多越好 我就是喜欢这些好东西 听送礼的哥儿说 苏州现在可繁荣啊 那繁荣 我的国户正空虚呢 刘狗儿 传我命令 派水尖孙龙去苏州张碎 皇上 孙龙我认识 可这睡尖是谁呀 一个笨狗儿 睡尖就是去收税的宦官呢 狗儿该死 我这就去传皇上的圣旨 孙龙大人到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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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奉旨来到此地 就是要为皇上办事 要劳各位 您说 您说 尽快说 要我们做什么事啊 你们要在城内各处设想 凡是绸缎不进出关卡 一律征收重税 好 您就看我们的吧 站住 消税先 要进城拿钱来 没有钱留下货 没有货 把手是留下 你做什么 消税 水太重了 这一年 大雨一连下了两个多月 桑田被淹没了 房车停止了转动 工厂无法开工 鞠躬们也无事可做了 报告孙大人 最近税收少了很多 工厂都不做工了 不开工约的征税 每户每台支机收税银三钱 每批筹段收税银五分 是 开门 开门 什么事啊 交钱 水官老爷 我没有开工 没钱交税啊 那也不行 我们赎你的支机 盘你的筹段 按数拿税 天哪 没法干了 这工厂 我是无法再开下去了 拿钱 拿钱 没有钱就拿东西顶 哎呦 水官大人 不要拿走我的钢子 我一家老小都要饿死了 求求你们了 不行 没钱就甭想拿东西 说什么你 坏蛋 打这些坏蛋 打了一碗 打了一碗 兄弟们 一不做二不休 这些水官不叫我们活 我们是烧了他们的家 找水尖孙龙算账去 走 走 杀了你狗水官 孙大人 那些纺织工造反了 啊 他们要找您算账了 啊 啊 算不可以再呆下去了 哎呀 哎 是什么人 敢敢打跑皇上的水尖 报告支县大人 大街上有两三千人呢 不知道是谁打的 那就看着不睡 抓到谁就算谁 支县大人 看着 打死人的事 是我一个人干的 与其他人 无关 哎 你是谁 我叫葛贤 是一名纺织工人 支县大人 要杀要寡 由我顶着 不要再抓别人了 哎 好 我正愁抓不着人呢 哎 把他关进监狱 亲口处理 葛贤进了监狱 看来探望他的人 却络绎不绝 又上千人 那他被怎样处置了 苏州之县 看到这么多人 关注葛贤 不敢再惹起众怒 葛贤坐了两年牢 最后被释放了 你伤贯 这是不是生命的 是不是生命的 我须狱 那是什么 有些伤质 这颜色